随着确诊与居家隔离人数屡创新高 桃园各地里长们的电话也是响个不停 无论是办公室电话或是手机 每天起码都能接到数十多民众的问题咨询电话 然而未处共通定一线的他们 并没有被纳入现行的防疫体系工作中 无法提供直接的服务 让里长在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 只能协助代转电话询问 或是自己跳下来帮民众送物资和送餐 我们最常接到的反应的电话就是说 里长我居隔了怎么办 里长我确诊了怎么办 里长我没有地方买快塞试剂怎么办 然而我们现在的事务单位 其实里长真的是有些地方是 享有所作为 确实无法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中协助 防疫包资讯也不会在我们里长这里 那我们里长连我们的公所 其实也没有发任何快塞试剂给里长 因为他们全家就是在家里 所以生活上面一定会出现一些椅子上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垃圾必须要 有专责单位来清运 这个就是我们里长要介入的地方 很多我们每天都接到手软 我们接到的一些电话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协助我们这些的确诊者以及他的家人 比如说确诊者以及接触同住的调查单的部分 他迟迟一直未收到 那我们的防疫包里面可能家人确诊 有五个四个防疫包可能目前只能送到两份 在协助处理了许多投诉与咨询之后 里长也为民众发声 希望政府能保障居隔民众都能取得快塞试剂 以及协助处理孩子与职场的防疫照顾价问题 一些防疫包可能一些物资 然后里面的最主要是里面的快塞的部分 现在目前都很欠缺 我们礼拜套处很希望就是我们桃园市政府 以及中央防疫中心物资的部分 或许现在大家对物资比较不欠缺 可是快塞的部分 至少可以让我们的里面 大家可以比较确认自己有没有确诊 小朋友现在确诊数量 一个确诊可能全班都停课 一个确诊全班停课 所以你会造成很多的居家照顾的量能出来 那居家照顾就是绑定一个照顾者 绑定一个照顾者 那这些照顾者 他们如何去拿到这些相关的居格单 照顾单 因为家长一定要请假 其实会衍生出来很多 基层会衍生出来很多的问题 学校这方面应该是可以也进入 可以协助我们卫生单位 来分担掉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个工作量 这方面其实照顾价的问题其实很多 由于只能口头给予民众建议和安抚情绪 因此政策不断滚动式修正调整 是让里长们感到最无所次从的地方 而且政府开设的防疫咨询专线 常常是盲线中 民众苦等不到专业回复 因此里长也期盼政府能开设更多窗口 促进沟通让民众不那么恐慌 中央防疫中心的一些政策 不停的在做修正 让我们里长也没有无所适从 很多防疫的措施 甚至我们里民打电话来 我们都还要再确认 才有办法再跟我们的里民 他的需求来给他做解释 我们希望就是政府专责的单位 比如说1922的部分 还有我们专线的部分 可以扩大 更扩大一些专线 有专人来帮我们这些确诊者 来做最好的安置 疫情变化太快 各地的防疫人力物力来不及追上 里长本期盼透过反应基层新生 能让未来的防疫政策建上轨道 记者刘宇婷 旁边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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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